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必须冲击流沙结账 飘向假虫之火 才是安之拉帝国的大门 那么 你们有谁 愿意做那个拓图封印 受万人惊养的英雄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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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场事关艾泽拉斯存云王的战争 长言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开战之前 我们要集齐战争物资 我是格尔库克图军 前线需要你们的支援部落的孩子们 我是斯诺若雪元帅 负责联盟的物资筹备 现在急需融线绷带 二十五万个 同顶九万块 决定两万八千块 则赢定两万四千块 金鸡藻三万三千多 多年以后 也许没人会记得 南法林安四语水手 但是那个乔想贾冲之罗的人 一定会名流轻骨 被诗人转送 会长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何尝不想呢 只是 那竟是对你是有些影响 如果这个时候 咱们能主动承担起 目击物资这个任务 您觉得 那这小事还有人在意吗 这批物资需要的金币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放眼整个联盟 除了光明之锤 还有哪个部会 有挑战安其拉神殿的能力 又有哪位英雄 比您更有资格敲响 甲虫之罗 我无拓有家资 愿助会长一臂之力 我们素不相识 你为什么要帮 借一步说话 十万个 采期于一万四千条 单点还我于一万七千条 亲批十八万张 同批十一万张 后批八万张 时间紧迫 大家速去准备物资 诸位请留步 此战非同小可 为了保障前线物资 及时到位 光明之锤 决定承担起物资筹备任务 那就是说 物资的事 没有我们操心哦 虽然我们工会 财力雄厚 人才极其 但是要在短时间内 弄到这批物资 也不现实 所以 我们工会决定 代收物资 一来 可以让大家免受舟车劳顿之苦 二来 也可以给大家一份额外的收入 元帅 你看这样是否可行 是关系重大 还望会会联盟为重 切勿懈 但说物资可是个苦差事 怎么还能让人家倒铁金币吗 是 兄弟们 是 大家能盗物资 直接上交光明之锤 为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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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 459 这个包裹已经满了 看来该回去了 大半夜的 吓死我了 法爷 你也在打清皮呢 听说现在这玩意儿老贵了 不清楚 我也没指望这个换钱 我就想着赶紧捐满物资 去安齐拉 见解世面 就你 你穿这身破烂 去MC都费劲 被你说中了 上次好不容易 进了一个 融火之心的队伍 打完两个 看门的巨人就被踢了 我都现在 都还没想明白原因 不是我说 你一个活法 穿这身形头去MC 谁足你 谁脑残 都在回上 青皮 中皮 金桔枣 紫莲花 阿尔萨斯之类 压麻布 迅猛龙兽 亮霸流星 光明之锤 备照安齐拉神殿 欢迎各种高碗家术 光明之锤 光明之锤 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这矮子有影无珠啊 联盟最大的工会 你竟然不知道 快来参拜我们副会长 天狗 我们是来干活的 不是让你装逼的 在下无名 受工会指令 征收战争物资 不是二位 可有储备 铁矿石怎么收的 一组二十金币 比城里的收购价格略低 好在你们是上门收货 就当是清理背包吧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工会 有货了 就直接发我们 爱支付到账二百五十一金币 那个法爷呢 我包里所有的清皮 都给你们了 太好了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清皮 天狗 快清点一下 给这位壮士结账 壮士 提钱拿走 我不要钱 我虽然缺钱 但不会发战争财 你有病啊 你爱捐就捐 少道德绑架别人 我就指望这些换点钱 不然就花茶都喝不起了 不管怎样 都非常感谢二位 能说一下你们的名字吗 怎么 还要给我们立功德碑不成 功德碑 这个想法不错 我叫小凡 我叫高信 好嘞 去住了 虽然你贵为法师 但是感觉像个智障 那么多清皮 少说也得六百块金币呢 能买多少茶呀 你说的菊花茶我没喝过 但肯定没我的水好喝 真是小白 告辞 请留步 你是我来到艾滋拉斯 第一个愿意留下来陪我聊天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你刚才说喜欢喝菊花茶 那就用这些水泡茶喝吧 咱们干采集的 在外面风吹日晒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想不到你这小孩还挺 可爱 我收下了 谢谢你 不早了 回去吧 能开个铁路宝的传送门吗 我还不能释放这个法术 早了 没买传送材料 那晚上太贵了 我舍不得买 而且还占包包的空间 听我说高信 作为一个法爷 哪怕你一无所有 传送材料都是必备的 知道吗 那东西 有时候是人情 有时候 说不定能救命 我记住了 对了 我采药技能都快满了 为什么从来没接过菊花茶 为什么从来没接过菊花茶 沉洞走一圈 单车便路铺 几招重复打手 逆入万金笑尘狗 队长 最后一批物资已齐备 您打算什么时候越王提路吧 不急 再等等 浅切的将士等不起啊 听说 一种重在西里苏斯 建立的三座重巢 对塞纳里尔要塞 形成何为之事 进海 纽维团 火拉城韬出现金银城甲 请派兵支援 我们的练兵在哪儿 部落的人都在暮光營地 督布王国 依然没有动静 德鲁义 数据支援 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上交物资 组织大家前往西里苏斯 敲响铜锣 打开封印 彻底摧毁甲虫之墙后面的力量 否则 无穷无尽的虫群 不但会吞噬卡里姆多 甚至 整个埃泽拉斯都将难逃一劫 危言耸听 危诈 铁卢巴的心 又是来催物资的吧 放那里吧 既然我们主动承担了筹备联盟物资的任务 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 向物资赶快交互 怎么 你在教我做事 小弟不敢 只是此战关系重大 还望会长三思 物资什么时候上交我自有安排 不劳你费心 会长的圣光术进步得真快啊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他就是光明之锤的副会长 你 你们这是 无名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物资运往前线 四百多条鱼 四百多条鱼我全部都捐给了你们 你们为何不交给铁卢堡 你们是不是想倒卖啊 我的族人在前线浴血奋战 你们作为联盟主力 非但没有出兵相助 还要扣押后勤物资 你们是何居心 大家稍安勿躁 带我去请示会长 稍后答复各位 好 我们就在这等着 不给个说法 我们不会走的 对 指挥官 派去雷阁重朝的士兵全部阵亡 铁卢堡和奥格瑞玛 还没有消息吗 物资还能维持多久 最多半个月 再去书信催一催 拜托他们加快进度 是 指挥官 几个金币就能打翻了的事情 你来烦我 你这副会长怎么当的 这些人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 铁卢去处理一下 别让他们惊动了上眼 公会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会长 用你的私房钱打发他们 绰绰有余 会长 我 我 怎么 舍不得了 平日吃工会的 用工会的 让你们从自己身上掏一点钱 就这么难吗 现在就去 把那几个人给我赶紧打发走 遵命 会长 不是所有人都为了钱 会长 哦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了什么 他们 你也说不清楚 对吧 时代变了 兄弟 过去有些事情 虽然你做得过分 但念在兄弟一场 我可以睁你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不一样了 会长 我没有面对他 有可能是上谷之神 那又怎样 只要我不出面 那东西就永远囚禁在安奇拉神庙 再说了 真的哪天蹦出来了 有遭殃的也是卡利伍多 别被耸味的传说忽悠了 倒是那些商人贩卖焦虑 借机炒作商品 抬升物价的手段而已 不信你去拍买行看看 自然抗性药水已经被炒到了天价了 哼 真是一群强盗 和你一样 我也痛恨那些奸商 但我们此次收集的物品 都是大伙第一项出售给我们的 无常军现在也不在少数 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只要拿到了金币 没人会关心这些物资的去向 你知不知道这场危机养活了多少人 兄弟 放下你的自尊和所谓的荣誉吧 只要你听话 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 再说 可我又不是把那些物资占为己有 仅仅就拖延几天吧 如果在那里咬叫才失手 后果不堪设想 死几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说了 暗夜精灵一族已经存活了上万年 怎么可能轻易被几只虫子打败 你 好了好了 少说两句吧 吴副会长的大意令人佩服 但我相信 会长这么安排 应该也有他的道路 你是什么人 我只是更加入波民之锤来一个小小数字 别的帮不上您 日后吴副会长无需出行 只管招呼一声 我会安排最便利的接送服 让学生谢过了 会长 我希望你还是再考虑一下 连忙 都看着我们呢 会长 全部打发走了吗 其他人都散了 就是那个精灵娘们 我不管什么精灵娘们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回去吧 我再想想办法 你们工会就会用这些话敷衍我们 你知不知道 西里苏斯现在的战况有多惨 每天都有人受伤 死去 物资的缺乏程度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会长现在这么做 应该也有他的道理 大战当前 我不想在这个事情上 让大家产生温情 这样吧 我去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 再凑一些物资应急 这不仅仅是物资的问题 与关系到你们工会的身旺 那就想办法 让他闭嘴 还有 把吴明给我盯紧点 别让他坏我们的大事 是皇家姓氏 看来安杜因王子和伯瓦尔大人 已经察觉到了此事 女士 您跟我来一下 新鲜出炉的烤鞍春 这不是人 我当夺我们所在乎 歌手 我什么都没说 有一些我当夺有 我当夺有 我当夺有 这就是刚才您的 我当夺有 我当夺有 升纷一样 我当夺有 有 我当夺有 我当夺有 我当夺有一不仅 我就为 我当夺有 我当夺有 減少勿扰 只持游击 各位 勇士们 安吉拉制阵迫在眉睫 但是我们的物资 还 还差一些 大家能否 先停下手中的任务 一起筹备物资 物资有人操心 到时候 不影响我们打团本 就行 就是啊 那光明之锤 不是把物资都准备好了吗 你不就是光明之锤的 副会长吗 怎么 你收东西收上瘾了是吗 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准备 但敌人的强大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也许 我们终将有很多人 会葬身犀利素斯 如果 如果我们准备充分 或许 能将伤亡降到最底 你说起来倒是轻松 那是因为你有工会当靠山 和老保收 不像我们 所有的支出都要我们自己负责 让我们为前线捐物资 我们没有怨言 我们也做到了 但是想用这种方式 一点一点地掏空我们 休想 实不相瞒 为了此次募捐 我们工会已经亲近所有 包括我个人的所有家当 我们 看来 你们会长是想举联盟之力 把自己打造成 受万人磨脉的甲虫之王啊 未经许可 小伙子 成为锻造大师 倾注了你那么多金币和精力 你确定要放弃锻造技能 而成为一名矿工吗 我确定 远群山祝福你 堂堂护甲锻造师 怎么成矿工了 好熟悉的声音 你不会是 胡子哥 不是传言 你已经 你胡子哥 没那么脆弱 你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忍心看着我的兄弟 出力不讨好 还要替会长背那口黑锅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我也不明白 会长为什么扣着乌兹 胡子都被他们藏在矿道地铁里 而且有重兵把守 有人根本不想把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真是天理难容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哼 这里面水深的狠啊 你最好不要果问 搞不好 不但会丢掉你的性命 联盟内部 也会出现分裂 难道 我们就这么等下去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我们不能把艾泽拉斯的未来 都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走 我们重新准备物资 这张名单上的人 都可以帮上你 我已经让他们失望一次了 他们还会帮我吗 好兄弟 这不是你的错 最近发生的这一切 大家都看在眼里 刚才那些人说的话 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我们做的这一切 不是为了打造什么英雄 而是想让更多的兄弟姐妹 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 让艾泽拉斯不被邪恶吞噬 暴风肠人多口杂 在那里目击物资不现实 也许 我们应该回头看看 那些曾经走过的地方 那里 才有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 就 谢谢观看 有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 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 大奏 有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世界充满了奇迹 我的炉火永远欢迎你 我会和你同舟共济 我的战俘与你同在 愿魔法保护你 远风指引你的道路 旅途虽远 但此行中虚 我看到你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信仰为界 以意志为任 暴风城将赞颂你的丰功为业 步路与你同在 愿永恒的太阳指引我们的道路 让民警照亮你的道路 谢谢你我的朋友 破晓之刃 经济早九十颗 干涉那个墓室 铁矿石 一百零八块 这片土地 矿石资源比较丰富 而且可以快速提高你的采矿金 我看大家捐上来的大部分都是矿石 还需要将它们熔炼成矿钉 这个任务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有你这个老矿工陪练 今天应该就能学会熔炼色银 跟我来 如果我没请坐 哦,这里应该有秘银矿 在那边 联盟 怎么办 应该是带小号做任务的 大哥,他们好像是来找我报仇的 刚才我弄残了一个39级的诸容法师 这估计是他请来的援兵 不要轻举妄动 上头有命令 西里苏斯大战在即 避免和联盟发生冲突 我感觉他们想动手 我为了留背包空间 都没带武器 有武器你也打不过 他可是部罗的战神 别紧张兄弟 最近大家都在背着安齐了 只要我们没有敌意 他不会动手的 他们两个肯定是在商量战术 应该是先要秒掉我 然后再对付你 哎呀,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记住我们今天的任务 这样嘛,你过去一点 我说你做 用肢体语言表达我们的善意 好的 他要来杀我了 哥,救我 我们是来采光的 顺便练习终练技能 顺便练习终练技能 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物资 对付你们那块大陆的威胁 希望我们相安无始 什么意思 大哥,我好像看明白了 他说他要挖一个坑 然后生一顿火 把你放在火上烤牛排去 快跑 快跑 哥,快上马追啊 追你马个头 真要是和我对着干啊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把草药浇出来 好 君爷,我犯了什么错吗 即日起 所有草药均被列为 暴风王国重点保护之物 任何人不得擅自采集 这什么时候的事 没人告诉过我啊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要想采药也不是不可以的 交五千金 现在我就给你办一个采集证 五千金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哼 怎么 不想办 那就把非法所得全部上交 君爷 给条活路吧 我就只有这一个谋生的手段了 少废话 卫兵 给我带走 谁啊 我是吴明 铁矿石刻铁钉你还有存货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们了 各位钓友请注意 从即日起 东部王国所有湖泊 河流海域原境非法钓鱼捕鱼 围着岩城古代 各位钓友请注意 从即日起 东部王国所有湖泊 河流海域原境非法钓鱼 还未配备这件物品 我没法这么做 高兴 哇 你还记得我 在荆棘谷这种地方都不带武器 你这防范意识也太差了 要不是我们暗中跟踪你 你早就去天使姐姐那里报道喽 水踪 嗯 应该叫保护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前几天一个矮人战士找到我 前几天一个矮人战士找到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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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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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借我 你找错人了 你误会我的意思吗 帮我保护一个人 有什么人敢跟光明之锤过不去 他是我兄弟 我不想他遭遇任何意外 看来对方来头不小 他我认识 照片你留着吧 还有一件事 我在藏包海湾存放了一些货物 拜托在最快的时间转交给他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完成这些任务 那个孩子说 他的朋友可以摆平任何事情 你竟有好几天没有他的消息了 我怎么有出不想的预感 好了 别多想了 我们快回去看一下那些物丝吧 大家集中精神 看看强力法爷 带你们穿越时空 你这个寒寒 等等 那个兽人不见了 在那边 人生不见了 你们不见了 你们快跑 说 能不能 我来断后 你快去追那个胖子 他好像在等你 谢谢你为犀利苏斯做的一切 卡多雷不会忘记 你快去追那个胖子 难怪一路过来 没看到一个血顶巨魔 是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那个兽人一路逃跑 这根本不符合他们种族的天性 他总不会让我看这些烧焦的巨魔吧 是要留着他们吗 杀死他们亦如反掌 但主上要的是联盟的混乱 他们的死气不在今天 教我 教我怎么去战斗 你已经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了 这一身盔甲就是你力量的证明 我只不过是一个携手伤害的肉盾 你对真正的敌战 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你要放弃防御天赋 我想找到杀害胡子哥的凶手 为他报仇 可是 你根本不知道凶手的身份 原来是他们 你知道他们的来头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的 那个兽人刺客掉落的 这是库卡龙之手的通用货币 库卡龙之手 这是一个兽人刺客组织 他们奉行兽人至上主义 据说他们的头目大有来头 这些嗜血的怪物 不但对联盟成员痛下杀手 甚至连部落其他种族也不放过 他们杀死对手后 会以所谓的圣火净化尸海 并留下K字印记 祖昆大废墟 树宝和巨墨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如果他们真的要杀我们 我们根本应付不了 所以 他们想用胡子哥的死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在这儿 最后的编号 你要尽量 二路 有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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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用魔法井水造酒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暴风城有规定 必须用明镜湖的水 至于菊花茶 那可是 你们可算回来了 你这个法爷也太不靠谱了 第一次释放传送法书 还不是很熟练 对了 这位是蓝色隐士的老板 汉阁先生 你好 我是吴明 你就是大胡子经常提起的 那个小兄弟吧 果然是一屌人才 对了 这老家伙有好一阵 没来喝酒了 发生什么事了 胡子哥遇害了 谁干的 五路的金币 为什么会出现在教堂广场 不可能 说好了就一起守护这片土地 你去在关键时刻抛弃连马 回城了 但也不是我想 您有新的邮件 请注意查收 您有新的邮件 请注意查收 您有新的邮件 请注意查收 吴明 换包欠让你吃碧门羹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恕我不能当面将这些绷带 和铁矿石交给你 请勿回复此邮件 吴大哥 请查收一下铁钉 孩子 这一百条黄鲁鱼 是给前线将士们的 这些金币 是给你的 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 手累了 这些紫莲花 是我半个月的成果 我相信它们 会及时送达 犀利苏丝 对吗 前线应该集许这些草样 我已经把它们 分类打包好了 请您务必转交给铁鹿吧 拜托了 包裹里面 都是上等的厚皮 用它们制作盔甲 再也适合不过了 先记过去这么多 我继续给咱们采集 争取在风暴来临之前 多弄一些 来自东泉谷的问号 一夜之间弄来这么多文字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以为他们会和我一样推送 没想到 要不是遇到高兴 我不会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我 在我的记忆中 艾泽拉斯带给我的只有七篇 我从没有跟你讲过我的过往 我担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会扑灭你眼中的光亮 它总是要成长的 这几日 他在酒馆中看到的 听到的 已经让这孩子开始怀疑人生了 所以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从小就是一个矿工 不是我喜欢挖矿 而是我没有什么本领 只能通过出售矿石养活自己 慢慢地 我也攒了一些金币 但是我还是会省吃俭用 我舍不得给我的匕首上涂抹药膏 舍不得用闪光粉 舍不得喝菊花茶 因此 一路走来 虽然比别人更艰难一些 但是无形中 也练就了一身本领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守财奴 我知道 这来之不易的金币 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我想拥有一把 传说中的神器 雷霆之怒 扶风者的祝福之剑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带上了所有的金币 跟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团队 前往融火之心 我至今还记得 那天同时开出左右脸的惊喜 我从来没有想到 梦境与现实 竟然可以如此接近 他们不但骗走了你的金币 还黑掉了风铃 你知道这事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没想到受害人是你 这也太可恶了吧 你有没有上包封城告他们 告了 听说那个团长被判刑了 也罚了不少钱 但是至今为止 没有一块铜笔 补偿到我的手里 我曾潜入监狱 想亲手干掉那个畜生 但我发现 他根本没有书役 从那以后 我心灰意冷 学会了喝酒 一道窃为生 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 从洛汉先生的宫中 废物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他们人太多了 根本放不住 他们把物资藏在哪里 蓝色隐士 看来他是想去敲那面铜锣了 难怪对物资这么上心 你多虑了 会长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实力去完成那个任务 莫非还另有他人 难道是那个矮子 那就更不可能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次在黑石山 你失守了 谁能想到矮人的种族天赋 那么厉害 关键时刻免疫了我的药膏 但请会长放心 那个矮子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谁干的 听说部落也找到了流沙结账的碎片 我刚才清点了一下 物资已经齐备 打算什么时候处罚 我要和你们一起 亲自把物资交给元帅 今天晚上就动身 免得夜长梦多 不 我怎么把这一场给忘了 怎么了 只有联盟和部落的物资都到位了 卡里姆多联军 才会前往安吉拉之门 现在 部落那边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 如果我们贸然前往铁卢堡 弄不好会打草惊蛇 那可怎么办 去一趟奥格瑞马 看看部落现在什么情况 可是 我们之间语言不通 如何跟部落交流啊 我可以帮你们 你是什么人 对不起 上次我错怪了你 真没想到 联盟 竟然出了他们这样的败类 这身战袍让你蒙笑 什么意思 副会长 其实你也有所怀疑 只是你不愿意面对真相 对吗 我陪你们去趟奥格瑞马 我和部落工会历任之前的会长大雄 早年在月光灵地一起学习德鲁伊之道 我们可以以自然之力互通信息 那现在就东山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他们已经发现了你们物资的储存点 这好说 这层魔法结界可以拐上一阵子 但是为了保险一些 你们得留一个人和我守在这里 我留着吧 你们保重 他们已经控制了东部王国所有的马厩和施旧驿站 通往赤吉山的主干道 都有卫兵巡视 我们只能在夜色降临之后 跨过纳菲瑞蹄河 进入暮色森林 我们会避开林中的狼人 沿着守夜人大盗 进入荆棘谷 敌人或许会在那里偷袭我们 我将化身去熟悉台 你们必须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直到任何突发状况不要慌乱 那瓶有限无敌药水 可赞保平安 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 我们将在日出前 抵达藏包海外 那座地心城市 鱼龙混杂 我们必须尽快前往港口 乘坐前往卡里姆多的航班 你骑过火箭吗 我的可是特别大 天心 我的白宝腰带里有各种各样的玩具 宝贝 我还从没见过你这样的肉蛋 相信我 我这种自己的炸弹有多厉害 这一路还在顺利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我们会徒步来到这里 但拨了一个晚上 你们应该也累了 进去休息一会儿吧 我在外面警戒 有炸弹 快跑 中文字幕ny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